颈椎怎么治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周双利 西岩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颈椎病其实很复杂 颈椎病就是以颈椎为主的 影响周围的血管神经 这些一个综合症 颈椎病在我们临床上分四类 第一类就是神经根性的颈椎病 第二类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 第三类就是追动脉型的颈椎病 第四类就是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 第五类也就是这几个重叠 叫混合性的颈椎病 所以颈椎病的诊断和治疗 是很复杂的 要非常专业的去区分 必须在专业的医院 专业的医生 进行相应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通常的治疗方法 颈椎病 那也就无非是我们所说的 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 非手术治疗呢 就是咱们常说的 进行理疗 康复 或者是肤胃 这些药物都是非手术治疗 这种呢 对轻度的早期的不严重的 这个效果是非常好 而且呢 现在也有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 比如说局部的电子微镜治疗 局部的一些切息治疗 还有像现在呢 臭氧治疗 都是很好的一些方法 但是呢 这些必须要有相应的适应症 再一个呢 如果严重的 像脊椎性经椎病 必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和它相应的一些手术治疗